这是所有浩克中最强的一代 他有着导弹一样的奔跑速度 他有着雷神索尔一样的弹跳能力 他有着完胜金刚狼的自愈能力 甚至还有着超越灭霸的恐怖力量 他可以在战斗中不断变大变强 最关键是他在变强的同时 保留了人类的基本情感 可以说是非常无敌的存在 就算是灭霸来了 那也得被打成植物人 可面对如此强大的怪物 军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提取他的基因 他们将浩克关入地下上百公里的地牢之中 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关押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武器官 当浩克苏醒了那一刻 他们的目的就注定化为炮 军方试图用化学泡沫来限制浩克的行动能力 然后就想当场抽取浩克的变异基因 可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更加激怒了浩克 愤怒使他不断变大 眼看浩克就要挣脱束 一旁的丧彪还想用导弹来毁掉浩克 却不料被浩克那坚韧的皮肤给反弹回来 士兵对着浩克疯狂输出 那子弹打在身上就如同老养人一般 除了让他更加愤怒以外 根本没有一点过用 为了防止浩克将军方实验室毁一旦 将军无奈之下只好将地下通道打开 妄想在沙漠之中利用重型武器干掉浩克 可谁知浩克刚刚跑到门口 就以超音速的奔跑速度在戈壁滩中快速逃跑 他纵身一跃就是十万八千里 浩克来到了小时候居住的地方 就当他以为暂时安全的时候 天空突然出现爆炸 浩克起身看了一眼伤口 随之又快速愈合 紧接着天空出现流弹烟花 浩克纵身一跃 浩克定睛一看 远方驶来四台军用坦克 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浩克一个助跑装向坦克 轻轻一肘将其掀翻在地 然后拖起炮管旋转丢出 坦克就像千球一样被丢出几百公里 这下把其他人差点当场吓傻 紧接着第二辆坦克也被他拆成两半 这一炮瞬间让浩克怒火中烧 只见他拖起一段坦克朝着他就砸了过来 由于第四台坦克被吓得没打开 浩克只是将其掰弯了炮筒 却并没有伤害里面的人类 可罗斯将军并不想就此罢休 看着浩克逃得这么晚 他直接派出了四台武装直升机追杀浩克 那不要钱的子弹就像刮沙一般打向浩克 只见他纵身一遇 一拳就砸毁一台直升机 而另外一台直升机更是直接发射了追踪导弹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一颗颗导弹竟然被浩克轻松弹开 浩克更是当场表演了一波空中接导弹的技能 眼看军方还不准备善大甘休 浩克直接飞身跳跃进了戈壁滩中的石林 而下一秒石林就被一位屏蔽 特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